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 线性规划的单元中的单行法 介绍单行法的教学目标 首先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单行法的原理 还有单行法的意义 单行法的用途是在做什么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能够很顺利的是运用单行法 解除复杂的线性规划的问题 在态度上面 我们希望同学对于繁杂的 这个叫做矩阵的列运算 因为单行法 我们会扩充这个矩阵 所以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还蛮复杂的 我们希望同学有耐心 不要怕麻烦 我们小心的计算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不会有计算错误的问题 因为数字都不会太复杂 在这个地方 教学大纲的部分 首先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单行法的源起是怎样 那单行法中间 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技巧 就是在不等式之中 我们要把它化为等式 中间要加上一个多变数 这个是有些翻译成 闲置的变数 slack variables 那还有一个就是单行法之中 一个pivot的一个寻找 这个枢纽源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我们 就是在做题目之中 我们是最优先的一个顺序 因为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最优先的顺序 我们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再过来就是 我们利用单行法来解线性的规划的问题 首先我们大概的叙述 这个是George Dantzic的一个发展出来的一套方法 他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一直重复的计算 然后把它最后找到了一个全部都是正的 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之中 我们会仔细的介绍 它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列运算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要用单行法 单行法跟图形法来做的话呢 哪一个比较复杂呢 那应该是单行法稍微复杂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得已 变数如果说超过了两个 我们前面所使用的那个图形法就没效了 因为图形法的话都是画在我们的平面上面 那平面上面有间点 都是我们的发生极大极小的位置 可是如果说超过两个 三个 三个怎么办 三个就是一个3D的一个图形了 3D的图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画起来就相当的困难 如果四个连画都画不出来 所以这个图形法只能够用在二度空间 超过二度空间以上的话呢 我们就没办法做了 只好使用的单行法 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说 它最重要的是一个那个多变数 就是所谓slack variable的话呢 它就是想到说把这个不等式 加上了一个多变数 取代它变成了一个等式 用等式来做 然后枢纽圆的话呢 是这个部分 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 很固定的技巧 如何寻找枢纽圆 枢纽圆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优先的 最优先的一个点 由那个点去扩散 这样的话呢 做起来会事半功倍 好 我们来看看解题步骤 那我来给各位同学的话呢 把单行法的解题步骤 做了一个这样的规划 第一个 我们把已知条件的线性方程式 先列出来 列出来以后第一步 线性方程式列出来 当然就是把它 那个 矩阵列出来了 扩充矩阵列出来之后 然后下一步 找出枢纽圆 枢纽圆的找法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介绍 再过来 以枢纽圆 为一个中心 然后把它的 用利用基本略运算 把枢纽圆以外 所有的行 全部把它销成 变成零 然后重复 重复再找枢纽圆 然后再来做 一直做做做到做到什么呢 目标方程式权为正 最后我们再来做个分析 那这一部分 同学可能都完全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 那么我们从立题之中 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操作一个 用单行法来做题目 现在的话呢 如果一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希望是要做的是 最大化 这个是P P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用的叫做 Profit 就是我们的利润 利润假设是 5X加3Y加Z 这是目标函数 那 这个是Subject To的话呢 ST 这个是代表的是 它的限制条件 在什么情况之下 那限制的条件呢 是在 第一个 这个 这一个 这三个啊 这三个是限制条件 这个的话呢 这是一定的 都要正的 XYZ是正的 那限制条件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的第一个 我们要把 第一个 就是 这个等式 把它写出来 然后 写成 变成零的 这个P 纳入 我们的 这个目标函数嘛 目标函数在这边 我们要跟它混在一起 让前面都变负的 没关系 然后底下的话呢 照写 但是注意的是什么呢 来 各位同学看第二个 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有咯 这就是小于等于 对不对 这是等于 来 我们来想一想 这三个 加起来 小于等于8 那 那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正数 叫做U 是不是 加起来 我们把它让它塞填满 让它变8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这U 是不是随便我们设 U可以是0 也可能是 一点点 也可能是很多 只要是 在8以下 加起来刚好是8 就OK 那么各位同学 请看下一个 X加2Y加2Z 小于等于1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又可以再加一个V 让它变 让它强迫它 变成10 填满 变成10 加一个V 我们自己又再加了一个V了 然后再过来呢 只要多一个限制条件 我们就要多一个变数 因为这里U V 这次未必是一样的 那后面我们就再加一个S 塞起来变成了6 那其他当然一样了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汇总 这个这是我们的新的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整理一下 现在的话呢 重点是我们画在这边啊 我们要把目标函数 记得 这是我们的习惯 这是目标函数 把它放在最下面 这个是我们解题的固定过程 解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几乎大致完成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把这些方程式 这一个方程组把它改写成矩阵的格式 来我们把它写在下一页好了 这个是改写成矩阵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改写成矩阵的时候 那不要吝啬的去多写出它的算式啊 因为这个地方 U V S P 我们本来是XYZ 现在又加上了UVS P 所以我们会有好多的不同的变数 来我们来对照一下 各位同学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 24118 我们注意的是 这边是24118 V是多少 V没有 他没有提到V 所以S没有 这边P没有 再过来第二个 122110 12211 1在这边 这个1是V 这边是10 再过来呢 第三式是 2116 注意的这边的1 这边是S下面的 2116 最后一个是V-5 V-3 V-Z 这个地方 V-1 这边是P 这边多了一个P 0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重点就开始来对付这个 这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 这边是V-5 举证了 那 因为空间的关系 我们再把它写到左边去 下一步 我们要怎么去 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我们先跟各位同学讲 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希望把这个最底下的这一列 把它希望全部变成0 不 全部变成正的 全部变成正的 下面变成正的是我们的目标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实际的操作 第一个 寻找枢纽行 行是什么呢 来 我告诉各位同学 枢纽行的重点是在于哪里呢 底下各位同学看一下 最后最下面这一列 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 负的最大 负的越严重越好 来我们找一下 哪个负的最严重 负5对不对 就 这一行就选定了 负5 这一行 这叫做枢纽行 好 下一步 我们要找枢纽源 还要再找的是横的 现在直的已经找到了 直的记得是什么 负的越严重的 我们就优先去 为什么 等一下我跟你讲 现在下一步是什么呢 枢纽列 找横的 横的怎么找呢 我们要找的是 这一个 刚刚的枢纽行里面 跟数字的比值 像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地方是2 这里是几 这里是8 所以两个相除变成4 来我写下去 这边是二分之八 我希望它是找最小的 这是几 10跟1 那就是10了 6除以2 3 哪一个最小呢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的话呢 是0 这个0的话呢 我们不要 我们这个地方不要 负的这个不要 这一列是我们摆着的 那我们发现 这个是我们的希望的目标 这是3比较小 于是我们肯定的说 枢纽圆在哪里了 我们确评中选的是这个字 这就是多少呢 2 就这个2 就是这个位置 各位同学的话 要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枢纽圆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着手起 好 我们找到了这个枢纽圆 是在这个位置上了以后 那么我们第一步 我希望它先变成1 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方便 把它的上面 都会变成0 那怎么做呢 我现在再做一个 右边一个一模一样的 让各位同学可以对照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现在我把第三列 这个 这是我们的枢纽圆 先变成1 怎么做呢 第三列全部都除以2 这样的结果 才能够让左边的这个数字变1 而且对于整个方程式而言 它是没有影响的 于是我们就除以2 第一个4就会变成了1 再过来1就变成2分之1 0的部分除上任何数字 它都是0 0 0 再过来1除以2 2分之1 0除以2 还是0 最后6除以2 变成3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变成1了 照超了 我要这个红色的部分 乘以一个 负2 然后加到第一列 因为这是基本列运算 如果说以一个方程式而言 它是不会影响到它的结果的 于是我们来一个一个算一下 这个乘上负2加过去 来我们看看 这个乘上负2加过去 这就变0了 是不是 右边就变0了 这乘上一个负2加过去 这边就会变成 正3 有没有看到右边是正3了 再过来 我们这边的话再乘上一个负2加下去 这边0 都不会影响 对不对 所以上面的话都不会动 到这边会影响的是这个 这乘上负2加下去是多少 负1 负1加下去 这边会变成负1 再过来 这不会影响 来 那这个呢 这个也要造成 乘上一个负2加过去是多少 这边乘上负2就变成负6 负6加8 正2 第一列 这个第一列已经完成 现在准备来整第二列了 那第二列怎么做呢 第二列就是我要准备的是 乘上一个负1 加到第二列 来我们乘上一个负1 这边的话要乘上一个负1 加到第二列 如果这加第二列 这是不是势必就变成了0 我们看一下 0 这个乘上一个负1 加下去 要小心计算 负2分之1加2 就是负2分之1加上2分之4 变成2分之3 0 任何数再加过去 都不影响它的结果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 2分之1乘上负1加过去 就变成了负2分之1 这边变负2分之1 看看有没有变 变了 这个 这个乘上负1加上去呢 这个乘上负1加上去 这就变成了7 我们的话呢 这一列只剩下它了 我要 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要选负的最严重的呢 因为我们如果是选负的最严重 这边我们会乘的一个数字会比较大 我们乘大的数字 乘过去 这边我们会希望一口气 让它早一点变成正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找负的最严重的 找小的 我们发现影响不了它 我们做的 我们可能的话呢 要做的趟数会比较多 但是这个的话呢 有机会我们会比较早提早结束 所以我们当然是优先 找负的最严重的来做 好 我们再来看 下一步我们当然是 各位同学 你想想看 一定是乘上一个5再加下来 对不对 来我们看乘5加下来 乘5加下来这个地方 这个数字当然就会变成多少呢 0 这个数字乘5加下来 2分之5 就是2.5 2.5加上 负3 那就是负的0.5 就是负二分之一了 这边乘上5加过来 当然都不动如3 这乘上5加过来 这边就变成二分之五 这个不动 这不动 这乘上5加下来 这是几呢 15 第一列已经正式的完成 我们的话准备进入第二列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再重新整理一次 我们把这一个 这一部分成果 我们把它放到左边 好 现在我们放到左边来了以后 现在我们要寻找第二个枢纽圆 因为我的目标是把下最底下这一层 变成正的 那现在我们来找啊 哪个负的最厉害的 这个嘛 对不对 负一是最厉害的 那我们就 我们就选它了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看下去 要找的是比率最小的 比率最小的 当然的话 到时候乘起来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先找 数字相对来说 比较小的 这样我们比较减少走远网路 这是多少呢 这个地方是2跟1 那比值是2 7除以2 2分之7 3.5 3除以0 那不要算了 因为0就没有意义了 那我们先看这个 2跟3.5 谁比较小啊 2 所以当然 这就重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理想的位置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理想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枢纽圆 我们准备就是从这个地方 作为我们的根据 然后开始来基本列运算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在右边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左边这个地方变成红字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准备把它的底下全部都杀光变0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乘上多少 要把这一列 这一个字杀光 当然是乘上一个负2嘛 加下来 乘上一个负2 加到哪里呢 就到这边来 来我们开始来从头做起了 这个乘上负2就不会动 这个乘上负2加下来是多少 负6加上2分之3 等于负的2分之12 加上2分之3 就是负的2分之9 再过来 这个乘上负2加过来 那就会变成0了 这个是如我所愿 变成0 这个乘上一个负2加过来 这边就有了 这边就变成了负2了 这个乘上负2加过来 不动 这个乘上一个负2加过来呢 2加上负2分之1 所以是正的2分之3 这个乘上负2加过来 不会动 这个乘上负2加过来 这就变成 多少 负4加7等于正3 好 我做到这边来了 那同学看 下一步 只剩下它了 是不是 只剩下它了 那我们就继续做下去 把它杀干净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继续做 来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这个地方 我们要乘上一个多少 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是 我们的话 乘上一个1加到最底下 第二列已经做过了 我们就做第四列了 这个乘上一个1加下去 这边就预期会杀光 来 我们看看 这乘上一个1加过来 这不会动 这个乘上1加下来 诶 这边的话呢 变正了 这3再加上负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5 这个乘上1 就是直接加快了 加来 这就变0 这个直接加下来 这变1 这个直接加下来 没差 这个直接加下来 不要紧 负1加下来 还是正的 2分之3 这个加过来 不会动 这个加下来 17 好 那你看我们做到这个地方来了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 各位同学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最后一列 是什么 全正 那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话呢 可以这么说了 这是正的 2分之3Y 加U 加2分之3S 再加一个P 等于17 来 我们来想一想 现在我们要做最后的分析 我们把它的这个算式的话呢 把它列出来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最后一个系列都已经是正的了 所以我们的话呢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看一下啊 我列出来了 你看 这个地方2分之5 怎么1 现在我们希望是谁 我们希望P是怎么样呢 最大 而我们跟各位同学说 这些都是正的 对不对 这些是正的 是不是会影响到P变小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让P最大 P最大 当然希望 谁呢 他是0 他是0 他是0嘛 是不是 因为Y U S 这随便我们定啊 我们能让他变0 就尽量让他变0 所以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profit 就是所谓的目标函数 越大越好 可是再怎么大 也大不过多少 17 所以我们的话呢 就开始的话呢 进行的是分析的动作 第一个 我们要令多少 Y是0 如果Y是0 U也要0 S也要0 是不是 全部都是0 这样子P就会成为最大值 那么剩下来的 我们的话要求的东西 其实这些S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叫做多变数 这只是填满了我们原来 把一个不等式 改变成一个等式的做法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上面看好了 如果Y是0 那么 来我们看从 我们从哪里呢 从第一式来看起 这一式 各位同学看一下 3Y加上Z加上U 减掉S 是等于2 来我们看哦 S我们已经把它杀掉变0了 U已经是0了 Y也是0了 那么Z是几 那Z当然就是2 好 再继续往下看 从看到第二这个十字好了 第二个十字 第二个十字是 负二分之九Y 减掉2U 加V 加二分之三S 我们希望它就是3 S已经知道它 是0了 那 U 已经是0了 Y 是0了 那V V是几 V当然就没有什么选择 V就是3了 最后一个算式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全部把所有的参数都列出来了 X加二分之一Y 加上二分之一S等于3 那这个地方S是 S前面都已经知道了 S是0 Y 我们先让它变0 X就是几 就是3 也就是说 这里的限制条件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X是3 Y是0 Z是2的前提之下 我们的P值是最大 能够出现最大值 那这种做法 各位同学要学起来 这个方法称为单行法 利用单行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解出了一个 蛮困难的一个题目 它没有办法用图形来画出来 我们只能够慢慢的把它一个一个 利用分析的方法 最后面全部变成正的 让逼着它以外的全部变成零 这样子的话呢 做出来才是一个 呃就是我们的单行法的一个解题的真意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回顾一下刚刚的题目好了 刚才的题目 我们回顾一下 题目是X 那这是我们的刚刚的变数 那这个是我们后来的结果 我们把它贴到旁边来 X是多少 3 Y是0 Z是几呢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符合 都在我们的条件之内 对不对 2X是6 4Y是0 Z是2 刚好是8 刚刚好等于 我们把它在边缘上了 那X加上2Y X加上2Y是3 再加上2Z 7 小于等于10 它没有到10 但是它还在它范围之内 2X加Y 2X是6 6小于等于6 刚刚好贴在顶上 都是正的 没错 所以我们的话呢 肯定的说 这个P是多少 这个目标函数就变成了17 那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那这个结论啊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例题之中出现 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题目利用 电脑的方式啊 用Excel的方式的话呢 来教各位同学 因为这些部分啊 其实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我们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将在后面 我们会介绍用我们的电脑 去解题目 那会比较相对来说 简单一点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是在一个单行法的方法之下 我们解除这样的结果 也是一般图形 图形法 做不出来的 那么我们在最后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的话呢 就是再次的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 所介绍的东西 第一个 渐行规划里面 超过两个的时候 图形法就不灵了 我们要用单行法 各位同学的话呢 必须要注意的是 那么单行法 我们需要的是 要有什么样的数学能力呢 我们要 基本的列运算 要非常非常的熟练 那刚才啊 我们在 找寻了枢纽源之后 然后 经过了基本的列运算之中 是不是有好多的 分数的加减啊 其实分数的加减的话呢 它 都不会算太难 可是同学的话呢 看到 哇 好大的一个算式 然后中间的话 呃 又有一个所分数 立刻的话 想要 就 就想要放弃 其实这是很可惜的 其实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解题的过程之中啊 按照我们的步骤 一个一个算 就算是用了好几张的计算纸 慢慢的算 算出来的结果 你只要算对一题 真正自己算出来的一题 那么 这个方法就完全学会了 所以建议各位同学 一定要找一个题目 利用单行法 试着算算看 才能够知道说 各位同学 到底你有没有学会 单行法的方法 再试试一下 连 Ira 感谢观看